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武则天的风采不是在进宫后才崭露头角的 自他诞生以来 传奇色彩就早已伴随着他成长起来 武则天出生没几日 唐朝的面向大师袁天刚 拜访了武士霍的官邸 那时 武士霍老婆怀中的武则天 恰巧穿着男婴的服装 袁天刚见了不胜唏嘘 这龙京凤井的模样 无疑是大富大贵之下 若是个女王 必定做得了天下的主人 当下 武士霍的老婆抱着武则天既惊讶又惶恐 这里 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是 袁天刚一语成衬 但是 故事却还远远不算结束 接下来要说的才是本文的主角 也就是袁天刚的好友 大唐第一预言家李淳风的故事 说某一日 李诗明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密衬 密记 上面对大唐未来的光景做了预言 大唐过三代之后 皇帝无能 将有一位五姓女子取代李世家族 最终成为女皇帝 李诗明阅读后大发雷霆 怒吼着要把这个可恶的五姓女子找出来 以绝后患 李诗明的近视规劝他息怒 并且 建议他不足传李淳风入宫 问个究竟 李淳风 李诗明正在气头上 一时间不禁疑惑李淳风能够有个效用 近视提醒李诗明道 李淳风不是我们大唐第一预言家吗 不如把他换来问问 这书中的说法到底是虚实实 李诗明觉得可行 于是 当晚李淳风就接到赵令 进宫报道 李诗明将密衬扔给李淳风 让他看个究竟 李淳风仔细阅读书中的内容之后 向李诗明道出了虚实 皇上 书中的预言早已种下了根基 这个五姓女子 现在就生活在宫中 四十年之后 她就将成为女皇帝 并且 诗杀许多的李诗后代 李诗明听后很冲动 那我现在就把她找出来 诗杀指 已决后患如何 李淳风劝阻李诗明 万万不可 这五姓女子成为皇帝 是命中注定之事 天命不可违背 如果我们轻与妄动 会酿成难以预计的大火 况且 她成为皇帝之时 已经是四十年以后 那时的她也老了 想必会仁慈一些 不会对李诗后代赶尽杀绝的 这样 大唐严格上来说 只是暂时性的一主 这五姓女子是断绝不了大唐的 李诗后代终会把大唐夺回来 相反的 如果现在就将她诛杀 据我推算 会出现更加凶狠残暴的人 来替代她抢夺大唐 如此一来 李诗后代一个不留 大唐恐怕就要彻底灭亡了 因此 这五姓女子不可杀也 留着她才是对大唐的将来 做出的最好打算 最终 李诗明采纳了李淳风的建议 武则天的命也就此保住了 虽是如此 李诗明心头有武则天 这个大唐却不能出去 这让他惶惶不安 风声鹤唳 厌恶所有和武则有关的东西 大唐那时候出了一个大将名叫李军县 一天晚上 李诗明在宫中宴请几名武将 到了刑酒令的时候 规则是让大家曝出自己的小名 李军县虽然羞耻 却不敢不从 他十分不好意思地曝出了自己的小名 我的小名叫武娘子 众人听后哄堂大笑 没想到一个大男人竟会有这样的小名 李诗明心里却是咯噔一下 遂言是笑道 你既为女子 为何如此雄献勇猛 李军县说 因我的官职 左五位将军 封 号 武连县宫 属县 武安县 皆有五字 所以 大家又称呼 我为五娘子 此时 笑不出来的李诗明胡乱打去了过去 然而 这时并没有就此过去 散了宴席的李诗明回到寝宫 久久难以入睡 后来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 将李军县处死了才算作罢 这件事情 直到武则天当权时 得知了这件事情的真相 也为了证明自己有先命 就为李军县平了反了 对于此时 康熙帝就曾说过 称伟之说本不足矩 如唐太宗以遗诸李军县 既是为政之体而又无异于事 可为信衬者之见 再说回李淳风 他在说服李世民 不要轻易诛杀武姓女子之后 深感武姓女子这个忧患的存在 让人内心焦虑 想要做推背图来预言后世之事 让人匪夷所思的事 推背图中许多说法 在后来都得到了应验 据说 李淳风在做推背图 时将自己关在密室里 一直预言到了两千年之后 要不是他的好友袁天刚 闯进来提醒他天机不可泄露 可能还会有下文 流传至今的推背图共有六十广 甚至因为言中太多被人诬陷是事后才作下的尾书 但是 各种事实和史书记载 却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 可惜 由于书中大多涉及朝代盛衰 推背图也被后世放入了禁书之列 参考资料 就扛书 密集 推背图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温照 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